你看韩国的国家队的国久 对吧 在山东鲁能的那个 孙准浩什么 已经被抓了 也是因为赌球干什么的 你说这个粪坑 你说多炒蛋 韩国国家队一样 跟这个日本一样 也经常进世界杯啊 经常也有好球员在欧洲 但是你看见过 有一个日本球员到中国来吗 没有 你看韩国还有人过来过来 我告诉你 再过两天 没有一个韩国球员 再会来中国踢球 如果他还来 回去以后 他绝对再踢不了了 欧洲也不会要他 韩国慢慢都会跟中国 中共切割了 因为这个环境太操蛋 真的就把好人 最后全部弄成了难道女场 很好的一个球员 在山东鲁能 那还是所谓的国企 最大的电力集团 中国最稳定的俱乐部 一个韩国外交部 也因为踢架球被抓了 韩国外交部 什么中国外交部都发言了